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扩大公费接种对象 其中孕妇列为第六类接种对象后 估计全台约有18万人受惠 而台中市18家专责医院和30间卫生所 即日起开放孕妇预约施打 并可自由选择莫德纳或AZ疫苗 不过医师也提醒接种前先评估身体状况 衡量完再进行施打 中央宣布将孕妇纳入第六类接种对象后 台中市18家专责医院和卫生所 即日起提供孕妇预约施打 并且可以自由选择莫德纳或AZ疫苗 把孕妇他施打这个疫苗 新冠肺炎疫苗的场域 那分布在18家医疗院所 卫生所以及我们民间的妇产科诊所 我们不会安排这个快打战 大规模的帮孕妇施打 不会 因为每月孕妇都会有自己的妇产科医生 最了解她这怀胎9月10月的一个身体变化 那也因此孕妇要施打疫苗 她的医生要帮她评估 第一个适不适合打 第二个应该打哪一种品牌 因为每个孕妇的体质不一样 师傅表示孕妇施打作业不设快打战 而是开放专责医院和卫生所预约施打 另外施打前务必和医师讨论风险评估 接种哪一排的疫苗 不过大部分孕妇仍然选择莫德纳认为比较安心 因为有跟产检医师讨论过 那产检医师有建议说可以打的话 就是赶快来打这样 对就是妈妈跟宝宝比较好 那没有考虑AZ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其实好像国外研究打莫德纳会比较安全一点 就是也是跟自己的医生有讨论过 那医生也是建议可以打这样子 对还有加上刚好这个运气 可以施打莫德纳小孩子也会得到一些抗体 对我有跟先生讨论过 因为我们的产检医生也是 就是有跟我们分析过 所以我们觉得力大于弊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要施打 在美国的建议事上是 不管是辉瑞莫德纳或者是他们的僵身僵身 他们都是建议可以施打 那在欧盟的部分 因为他们很多是年纪比较轻的人 他们不建议施打AZ的 所以变成目前的大家比较的共事是 像所有的疫苗都是力大于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比较优先考虑是mRNA base 也就是说辉瑞或者是莫德纳 可以施打在孕妇身上 医师提醒施打疫苗还是力大于弊 另外市府说明 等7月初新一批的莫德纳疫苗 配发到台中之后 届时将在开放妇产科诊所 让孕妇就近施打 让准妈妈们更放心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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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